孟加拉国出现了印度滚出去运动 印方称这是恐怖组织所为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在马尔代夫发生印度滚出去运动 并且发生政权更迭之后 在孟加拉国也开始出现了将矛头指向印度的政治运动 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刚刚在大选中遭受失败 随后就效仿马尔代夫发起了印度滚出去运动 如果说马尔代夫发生的反印度运动 主要是莫迪政府干涉邻国内政所造成的结果 而孟加拉国的印度滚出去运动有着更为复杂的理由 印度媒体公开指责孟加拉民族主义党 是一个同情塔利班的恐怖组织政党 并且称美国将其认定为第三类恐怖组织 我们都知道 孟加拉国是一个印度一手塑造的国家 英国殖民主义者撤离后 故意制造了印巴分裂 将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分为二 紧接着又将巴基斯坦一分为二 而印度又对两面夹击的战略格局感到不满 利用东巴基斯坦的独立倾向 最终通过印巴战争推动了孟加拉国的建国 现在孟加拉民族主义党提出的印度滚出去 理由非常充分 首先印度在推动孟加拉独立过程中心疏不振 这几乎颠覆了印度帮助孟加拉国独立建国的正当性 第二印度从来都不是孟加拉国的朋友 孟加拉民族主义党认为 在1971年印度抢劫了孟加拉国的贵重物品 并越过边境带走 第三他们认为印度正在摧毁孟加拉国 就暗示着印度无法给孟加拉国带来足够的发展机会 第四他们要求将印度滚出去落实到拒取的行动层面 比如尽快宣布抵制印度产品 一些评论员间接表示 众火袭击印度教徒和那些经营印度产品的贸易公司 第五印度是印度教极端分子的老巢 而印度教天然将伊斯兰教当成敌人 而在印度看来 孟加拉民族主义党于1978年成立 是对1975年泄赫拉赫曼玉次所塑造的政治格局的回应 当时的军事统治者齐亚尔拉赫曼少将在巴西斯坦接受训练 对印度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 他建立该组织的目标 是在孟加拉国推动反印度和反印度教的情绪 使该国以巴西斯坦的身份保持一致 最近由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发起的印度滚出去运动 应被视为深深植根于该党基础的历史情绪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孟加拉国出现的反印度运动呢 这很可能是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在大选中失败后 展开绝地反击的一种政治策略 在2024年1月结束的大选中 执政的人民联盟赢得了298个直选议席中的223席 由于孟加拉的现任总统长期执政 这让西方国家感到不满 而中国和俄罗斯等国都表达了对选举结果的认同 而对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发动的印度滚出去运动 印度政府指责其是恐怖组织 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 当然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政党曾在2001年和2006年两次执政 现在被指控为恐怖组织 主要是其组织政治活动时有过煽动烧灰火车等社会事件 但是这个组织的极端行为当时还得到了印度的支持 对墨基政府来说 不管印度滚出去运动是否在孟加拉国获得更大的市场 都是其外交政策走向失败的重要标志 在印度眼中 孟加拉国原本就是自己塑造的国家 应该对印度感恩戴德才对 而现实可能完全相反 一方面 印度一直在干扰孟加拉国的内政 引发了追求独立自主的孟加拉民众的不满 另一方面 孟加拉不但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印度 甚至还看不起印度 特别是印度与孟加拉接壤地区的极度贫困 带给孟加拉人民的只有毒品和犯罪活动 最近印度在加沙战争爆发之后 单方面支持以色列 这也引发了孟加拉人民的反感 可见孟加拉国出现的印度滚出去运动 不是恐怖主义 反而是印度外交政策失败的结果 对莫吉老先来说 不得不接受以下几点 第一 印度洋区域国家正在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 孟加拉国的民众从心里就看不起印度提供的所谓帮助 第二 莫吉的中东政策导致伊斯兰国家对印度的反感日益激生 第三 印度不是美国 它没有实力成为印度洋上的霸权国家 第四 反印度运动在孟加拉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说明他们的不满已经积蓄了很久 总体而言 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支持印度滚出去运动 但是这一现象的出现充分证明印度外交政策的巨大失败 如果莫吉老先还不反省 那么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 尼泊尔 都有可能出现让印度政府丢脸的重大政治事件